我叫陈柏青 现在就读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 我第一次接触陈颖珍 其实是在国小的时候 但那时候 虽然我好像是先看了山路吧 我也是很感动 而且我小时候完全不能理解那背后 那些白色恐怖啦 或者是那后面什么巨大的 往往的威胁 我是不太能够理解 但是我就感觉到 那背后有一个非常崇高的 那个用爱用死去传输去缠达的那个 然后又是最后千惠他写了一封信 那那个遗书 好像情书一般的遗书 或是像是遗书一般的情书 真的是让我那个小时候真的是 哭得稀里哗啦的 但是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我觉得就是 那时候我没有特别注意到陈颖珍这三个字 那我比较有印象的陈颖珍的时候 是在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 因为像我们这种二十几岁的小朋友 就是 那时候刚好就是那个网路online game 刚好就是开始起步嘛 然后我就是 那时候我也是很疯狂的去玩他 那我常玩的一个游戏就是 就是他们会打国战 然后打架就是你选择一个角色 然后去跟别人另外一个角色 互相PK啦怎么样 那到最后的时候 你可能会被对方解决掉 然后你就可以讲一句遗言 或者是讲一句 呃就是告诉对方的话 然后就会 那个荧幕上就会浮现一个 漫画一样的泡泡的那个对话框 那我就把陈颖珍的 蔡千惠的那个 请硬朗的去战斗吧 然后呃我这一生就这样这样怎么样这样带上去 那我打完之后 然后我在游戏里面挂掉了 然后我就会讲这句话出来 那我自己开始觉得 哇真的是画面很美 因为一个虚拟人物倒在地上 然后突然讲出蔡千惠那句话 然后跟我的跟我在一起的那个队友 就是看到了这个 然后他就问我说你看什么书啊 我就说我看了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这是里面的对白 然后就是我们那一队可能就十几个人 既然都跑去找陈颖珍的书来看 然后就到了可能就我们突然之间 那一阵子突然所有整个队伍的人 都在讲就是每个人的遗言死掉 都跳出来去陈颖珍的书里面讲过的话 那那个场面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也就是就我记得最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就是我们整个小队可能就是在某个地方 然后被人家袭击 你看我现在很穷就那个online game 就是讲的好像是真的在里面 我们被袭击 然后可能就是像陈颖珍文书里面写的 就是某一天我们夜 我们遭到稀有的夜席 然后我就看到整个小队的人都挂掉了 然后每个人嘴巴上面都跳出来一个框框 上面都写什么赵南洞里面的话 铃铛话里面的话 将军主里面 我这一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的身体可能不洁净什么 那个一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哇是不是有一种就是好像是 什么陈颖珍之复制人大举进攻 还是什么魔界转身 就是你会有一种很悚然的那种感觉 那那个时候我第一个看到的时候 我想哇陈颖珍这么流行嘛 但是后来我又觉得说 其实我是有一种蛮忧伤 因为我觉得好像是我自己好像是 亵渎了陈颖珍 因为我把就是好像很完整的一个东西 变得很破碎 然后而且你看所有游戏里面的人物死了 又可以重生 但是他们都讲一句非常漂亮的话 那但是在这个重生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我好像就把一些非常重要的那个什么 或者是那些陈颖珍小说里面一些不可逆的要用死亡 要用那种非常孤高一个人的身影去做那种东西 都给稀释掉了 然后看到那一幕就是一堆人死掉 然后所有人都冒出陈颖珍的话 每个人都像是蔡千惠 像是将军族里面的三角脸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就是我自己是突然就觉得很忧伤 然后我就那一天开始我就非常忏悔的跑去读陈颖珍的其他小说这样子 那这次我后来就是比较开始认识 就是比较有系统的知道陈颖珍 感觉像是也其实我觉得这过程是蛮陈颖珍 就是有种赎罪啊什么之类的感觉 就是就我的阅读习惯跟 因为像我是就是非常想要从事创作者或书写者这条路 那我在看陈颖珍的小说的时候 我会比较有共鸣的其实是他就是早期50年代60年代那时候那一系列的作品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跟我也是一个少 就是我现在也刚好也是少年时代有关系 那就是我会特别去注意他里面怎么样去写那些孤极的情境 然后那个背后隐藏那个秘密 那个关起来最里面那个房间是什么 那人那些很微妙的隔阂那些永远说不出来的话 我觉得那些东西是很能够打动像我像这样子 就是那个时候忧郁的少年心境的那那个时候像是 而且他的题目什么都是第一眼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蛮吸引我 像我就最记得一个题目就是猫他们的祖母 那我每次跟别人讲这句猫他们的祖母的时候 感觉对方都会有一种哎呦你是不是要猫我一拳 还是就是你是不是在骂我 就我觉得猫他们的祖母这个这个题目其实很有趣 当然不只是题目有趣就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他像是他猫他们的祖母 或是死者那些东西就他可以去操作一个他把那个死亡拉出来 用他的死亡去对比那些生者他那些困惑暧昧不可言束 然后在那个比较之后那个死者就不可逆的去就消失失去了 然后就剩下生者那个距离我觉得那是非常巨大 也是永远不可能再重来那里面有一种就是 就是懊悔一种无法挽回那种什么 那个东西对于我来说影响是很大的 那到之后就像就是又要回到我一开始就是读山路的那个感觉 就是后来我再次反复读了好几遍山路 每次我读到最后千惠讲就是写那封信的时候 我就就是开始眼泪就会在眼眶里面打转 因为我又重新再读到那种不可挽回那种用死亡去衬托 可是这次不是懊悔不是什么 那是一种就是就是升华的你可以说是什么爱或是什么理想 我觉得那读到最后真的是我每次读完就觉得 嗯好像我应该继续的去写下去 或是应该继续去做一些什么 就像是唐吉克的挑战风车还是什么 就我觉得那个千惠那个东西真的是 就是你怎么样去操作一个小说记忆 因为像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喜欢看日剧啊怎么样怎么样 那些台词其实我们已经都很会讲什么不要忘记我啦 请你一定要一辈子记得我啦 什么请你继续走下去啦 或是请你继续战斗吧 这些台词其实我们已经讲的像行话一样 就是随便就脱口而出 还可以酝酿一些眼泪什么 可是为什么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有一句就是一封信或是什么 就是像千惠这样的人 他可以讲这句话可以让我们一直记得 以前我会只记得这句话 但是现在慢慢长大了我会去想 他是怎么样透过他的小说记忆 怎样去透过他的布局什么 去把这个这句话给轰托出来 把千惠那个心境给拉出来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小说家 他怎么样 孤高的要怎样去接触他那个文学 他那个心灵 然后用他的文字去表达出来 到现在的时候我就慢慢能够体会 所以我觉得 嗯就是如果我一生能够写 就是能够稍微触及到 像这样的边缘的话我就会非常的满足啊 而且山路好像是1983年发表的嘛 然后那年刚好也是我出生 那我想说就是陈一臣这样多多转转 就是转了那么多年 然后你看看已经2009年 那他我出生那年然后他写了山路 然后很多年后我在看他 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说 就是我在去对照陈一臣的经历 我反而会觉得说 嗯就是反而蔡千惠好像离我很近 然后陈一臣好像是小说里面的人物 就是那个世事啊然后跟小说里面的虚构什么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都无法分辨清楚 到底谁是谁 或是谁在那段山路上面 或者我到底比较了解谁 但是我就这个时候我在想去陈一臣 我就会想到他那个声音 如果说蔡千惠正在那个 那一节曲曲弯弯的山路上 那我觉得陈一臣好像也是在山路上面 可他比较像是薛西佛斯 或是背着十字架的基督 一个人继续的走 那我觉得那个东西的在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都会有一种就是鼻酸可是有点动容